俄乌之间出现了开战以来最大的换服行动 那么普京用行动证明诚意 可是欧洲国家能明白吗 大家好 欢迎收看马超说 经过阿联酋的斡旋 俄乌双方成功的进行了自冲突爆发以来 最大规模的一次换服行动 双方各自回归了200多人 这对国内支持率不断下降的泽连斯基来说 无疑是一个难得的好消息 他能够有效的缓解泽连斯基在国内面临的舆论压力 同时这也是俄罗斯拿下重镇马林卡之后 普京再一次的向西方国家释放的友好信号 坦白来说 自从普京参加完中国举办的一带一路国际论坛以后 就曾经多次在公开场合表示 俄罗斯是愿意同乌克兰推进和平谈判的 并且强调俄军没有任何入侵北约国家的计划 可惜的是北约国家似乎只是听从美国的一家之言 他们坚信俄罗斯总有一天会攻入北约国家 在这种背景之下 普京愿意在俄军占据明显优势的情况之下 与乌克兰交换大量的战俘 这本身就是普京向乌克兰以及北约国家 放出的一个重要的信号 而且这是俄罗斯做出的实际行动 相对于美西方国家表面一套背地里一套的做法 我认为普京已经充分的展示了自己的善意 以及和谈的意愿 不过有美国这个脚屎棍在中间挑拨了一件 北约国家愿意接受俄罗斯善意的可能性并不高 最近美国就放出了一个消息 企图彻底激化俄罗斯和欧洲国家之间的矛盾 这个消息是美国五角大楼前顾问报出来的 他称美国有可能通过在芬兰部署导弹 引起俄罗斯的不满 并且诱导俄罗斯向芬兰发起进攻 那到那个时候 美国就能抓到俄罗斯进攻北约国家的铁阵 收服所有的北约国家死心塌地的跟着美国 集中火力对抗俄罗斯 这样一来 俄罗斯的进攻节奏就有可能会被打断 并且付出大量的伤亡 为了让所有北约国家不再犹豫 牺牲小小的芬兰 把它当靶子来使 对美国来说其实不算什么 就在美国忙着激怒俄罗斯向北约国家动手的时候 有些人先看不下去了 说出了一番 欧洲政客们只敢在心里想 却绝对不敢说出口的公道话 因为这对欧洲来说实在是太惊世害俗了 欧洲议会议员华莱士在社交网站上就直言 解散北约对欧洲来说是更有利的 因为北约它只是一台战争机器 听过华莱士这个名字的人 可能也了解过它的一些事迹 他曾经多次在这个议会上 驳斥过西方国家对中国的无端抹黑 包括但不限于台湾香港的问题 这次他再次站出来反对战争 并且将矛头直指由美国领导的北约国家 那么事实上呼吁欧洲应该摆脱美国控制的政客 其实不止话来是一个 想解散北约国家给欧洲松绑的政客 也不止话来是一个 但是想要完成这一目标 欧洲国家要做的第一步 就是和俄罗斯保持一定程度的默契 不能全部听从美国的安排 否则就相当于主动的将俄罗斯摆在自己的对立面 彻底的浪费了普京的好意 而这也是美国最想看到的场景 关于欧洲和俄罗斯的关系 大家有什么看法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和我讨论下 我们下期见